台北市 台地的建案 海人家廚放立 二十晚上 又繼續傳出 幾地繼續在立 這是他們在附近的民眾 很害怕 建管廚也繼續在現場感控 現在已經宣佈 日後開始 要執行強制拆讀 台北市副市長 理事川市表示 這棟廚 每天都在萬分之六的速度 在沉路 蓋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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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蓋蓋 台北市 蓋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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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 其實有什麼影響或者會再住坍塌 怎麼樣子是不能夠預測的 第一次結果都不穩定 專家建議趕緊拆讀 早前也有住戶到現場關心狀況 拿去江湖說到後面 沒有明顯在做變化屬於穩定的狀態 那我們預計在這些東西搬完以後 在二十五號開始會執行強制採取 其他建設造成住旁邊的房子塌下去 台北市都法教二十晚上 辦理費順的鑑定申請 其他信任的主任說會配合市政府 基督做事 這個說法讓都法教長翁玉芬 和現場的主要請上去 派這個主任來 以後不能代表一切 你說什麼話 再說你配合市政府 事實上你早就該主動進來了 我現在是做你 你做不到沒有做你應該做的事情 不是嗎 我也很火大 憲觀處也進一步表紙 若是比較大型 貴重到沒有辦法 有騙這一步分 已經連路其他建設 一定要配合實在好 協助搬走所有的東西 若是有一點沒搬出來 或是沒辦法搬出來 親像中方這個動産的部分 少不課偏過 每一項給他們五十萬的補償 但是有一些旅行 因為不夠 會告別跟基台來協議 這完全是基台要補償的 記者中華報導 謝謝大家